今年的3月8号是国际妇女节100周年 本台记者采访了两位中国女性 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妇女生活的另一侧面 北京妮玉兰女士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 曾在中国国际贸易总公司担任法律顾问 但是自从2002年她为他人和自己的房屋开始维权之后 她的命运坠入悲惨深渊 她的腿被打成残疾无法行走失去家园 流离失所 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妇女权益受到侵犯最严重的 是不能自由生育 被迫劫狱 甚至强迫坠胎 超生者可能被单位罚款扣奖金 严重的会被开除 妮玉兰介绍 有的妇女因为强制的节育手术失败 导致身体伤残 重病缠身 卧床不起 中国著名女记者高瑜因参加民主运动被当局逮捕 出遇十年始终得不到工资和福利保障 你到人大会堂现在看一看 父女有个事 但是他们就是坐在人大会堂 哪怕坐在主题台上 他也不见得 他就是一个令人非常尊敬的 一个独立的人 因为他失去的是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事情 新唐记者秦雪、张荣儿采访报道